从去年以来 AI就成为了从上游芯片到下游OEM 都不断营销造势的一个概念 大模型是其中最引人注目 也是最成果显著的 能自如地和人沟通交流 确实非常具有冲击力 其中很多功能要么应用于专业场景 门槛比较高 要么干脆您所在的区域不可用 如何攻占AI刀用户的最后100米 自然而言 成为了放在各个软件厂商桌上的难题 一部分厂商选择的是做自己的云端部署 然后开放本地的接口给用户 这样做的好处是 运行速度、效率与用户端的设备无关 不用担心新老设备的匹配问题 做功能和数据库的迭代也更加方便 但是这种选择存在的问题是要求用户随时联网 而且需要用户将需求甚至部分数据上传 这两点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 而且在这个领域里 已经有了以ChatGPT为首的诸多巨头 后来者很难与这些先行者竞争 此时第二种思路也就诞生了 既然在联网的大模型上无法竞争 那基于本地的算力来做些基于自己硬件平台的模型 不就好了吗? Intel、AMD以及高通目前都走的是这条路线 尤其在移动端发力 但是这种做法的问题也很明显 与云端庞大的服务器机组相比 个人用户的本地算力就显得有些孱弱了 本地模型和云端庞大的服务器的区别在于 本地模型更适合做垂直领域的深度问答 云端则更擅长更宽泛的通用的问题 所以聪明的你应该已经想到了 如果开发一套用户端 没网的时候就可以用本地的 联网之后用云端的 岂不是就两全其美了吗? 诶 我们这还真有一台 搭载了最新联想小天的ThinkPad X1 Carbon 它是市场上第一款本地模型能力的AIPC 丰满的梦想之下究竟是不是骨感的现实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 这次我们说到的是第一批搭载联想小天的机型中 定位最高的ThinkPad X1 Carbon 搭载了Intel Ultra 7 155H处理器 目前的小天并不调用NPU来推理 而是基于CPU以及GPU的运算 NPU还很新 需要时间来建立基于NPU的应用 所以说当前比起单独给上载长线阶段的NPU做优化 依托现有的成熟算力展开显然是更加稳妥的选择 说完了原理 我们自然要看一下疗效 联想小天目前提供的功能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 首先是小天的个人知识库 用户通过自行添加数据到他的数据库里 小天能够自行将它进行向量化 并在之后的提问中自动引用分析和响应 这里说一下 向量化和索引是完全不同的 索引仅仅是把文件的标题做对应关系 而向量化是把文件里的内容也做的对应关系 这样带来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直接搜索到文件里的内容 甚至让小天进行分析和回应 而不是向Windows系统自带的搜索 只能搜索文件名 而且这个过程全程是离线完成的 不需要任何上传 对于内容比较隐私的工作 或者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来说 也少了一些担忧 我们的工作虽然说不上多赦命 但是这个功能还挺有帮助的 因为平时经常会需要引用到往期的数据以及介绍 之前找到这些信息很麻烦 需要先拼命回忆 想起在哪个文件夹 然后再去文件夹找文件 然后再找到文件点开 然后再按Ctrl F 很浪费时间 而现在一步到位 只需要一次性将数据导入到酷 并且完成项链化之后 就可以通过和小天的对话交互来直接获取到内容 第二部分则是比较符合大家当前对于AI认知的工作助手了 就比如我是一位小学老师 想要统计一下班级里学生的信息 那我就可以让小天来帮我统计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小天还挺有想象力的 帮我把学生的名字 年龄 班级 成绩都填上去了 这就是为了给我举个例子 那我当然是不需要这种无用数据的 所以说让它删除内容 给我表头就可以了 这样我的学生信息表框架就做好了 小天本地大模型一头预装的离线数据库来实现 可以进行简单的文档大纲 会议记录等等创作 甚至还能回答一些比较宽泛的问题 就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是哪一年在哪里打响的 北半球的漩涡向哪边转的 梦德尔豌豆实验证明了什么等等 作为一个轻量化的本地大模型 解决问题的能力可圈可点 当然受限于数据库大小以及算力 我就不建议大家向AI提一些常识类的问题了 联想小天是本地模型 不适合百问百答闲聊 这部分可以通过小天的云端功能来解决 最后便是设备助手了 其主要的功能是 允许用户通过自然对话的方式完成电脑的各项设置 就比如可以直接告诉小天调整性能模式 修改屏幕分辨率 打开杜比音效等等 也可以直接查看本机的配置信息 由此实现某种程度的All-in-One 对于笔电老油条来说可能是多此一举 毕竟各种操作都已经轻车熟路了 但是对于新手小白来说还是有点帮助的 减少了分散在Windows系统以及各种软件中的功能 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 刚才有提到小天是本地大模型 所以说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上是很强的 一个是与小天的所有交流都停留在本地 即便在联网状态下都不会同步到云端 就好像一个医疗机构使用本地部署的大型语言模型 来处理患者的医疗记录 通过在本地机器上运行模型 医疗机构可以确保患者的敏感信息不会离开他们的内部网络 从而提高数据隐私和安全性 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云端模型 那患者的医疗记录就可能需要通过互联网 传输到云服务器进行处理了 存在被黑客攻击或者数据泄漏的风险 因此本地部署的大模型 在保护患者隐私和数据安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且当我退出账号的时候 与小天所有的记录都会被清空 其他人登陆进来就完全看不到我的内容了 不过既然依托于CPU和GPU算力 运算速度自然也会与配置以及性能释放挂钩 打开任务管理器就可以看到 小天会优先调用GPU进行处理 因而处理器和显卡的性能 实际上是会对文档导入向量化 以及回答速度产生影响的 而且小天的性能开销实测也并不算低 在X1 Carbon上甚至能顶满功耗墙运行 另一台用作测试的 搭载Altra 9185H和RTX4050的T14P 运行期间可以达到CPU40W 显卡30W 离电开启节电模式时 问答速度肉眼可见的变慢了很多 因此外出离电使用时 会带来较为显著的效率和续航的下降 这种情况下 不涉密的内容交给云端处理或许是更高效的选择 这也正是联想这一套本地加线上双模AI的灵活之处了 聊完AI我们也还是回到笔电评测的老本行 聊聊这台新的2024款X1 Carbon 作为ThinkPad家族的信仰机之一 它今年继续维持了1.1千克的整机重量 16.1-17.2毫米的厚度下 便携性依旧是14英寸里较好的一档 2C 2A C口均用于40G的雷电4接口 扩展性也没什么问题 屏幕这一次给到了120Hz的OLED 镜面屏抗反射效果做得很好 优秀的键盘以及小红点三键也没有缺席 而且还推出了ForcePad版本可选 只是类复制图层的机身还是比较容易沾染上指纹和油污的 性能部分则是今年最大的升级点了 散热虽然还是单热管双风扇 但是改为了牛角形的对称设计 风扇尺寸也得到了加强 由此带来的是散热性能和释放上的进步 C的Bench R13当中单核1708分 第一轮分数能够达到13642分 随后在11000分到12000分左右有所起伏 运行期间的功耗也是大致对应了分数 第一轮可以达到55W 核心温度来到105度左右 随后呈现出了ThinkPad特色的波浪状动态功耗墙 在25-40W之间波动 压力更大的FPU烤机时可以稳定在25W左右 此时整机噪音43分倍 表面高温区域出现在了键盘中部 最高45.6度 万托32度左右 高负载的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也算是为了更高性能释放付出的代价 生产力方面轻毛本可能用的比较多的PS得分913分 娱乐方面因为功耗的限制 3034的Time Spy显卡分数不算特别亮眼 不过实测古墓令1080P最低画质49帧 原神低画质1080P平均55帧 工作至于娱乐一下也还是可以的 续航方面由于电池只有57Wh 中高负载脚本续航测试的结果是5小时35分钟 这个水平大概可以满足半天的办公时间 如果中午吃饭有条件充一小时电的话 就能够做到一天的办公使用了 内存硬盘以及网卡的性能我们也照例进行了测试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直接暂停或者截图查看 最后是售后与安全 这是每台商务本都需要注意的地方 ThinkPad X1 Carbon在服务和安全上没有缩水 不仅有两年的上门服务 还有7x24小时的电话支持和闪修服务 而且除去26项的军标之外 还有USB数据锁和地面开盖保护 地面被打开过 再次开机需要输入管理员密码 防止数据盗窃等安全性隐患 好了 视频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照例总结的三天游戏点供各位参考 X1 Carbon这台经典机型 今年能够同时在硬件和软件上两开花 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还是挺让我惊喜的 性能释放 屏幕刷新率的提升 其实某种程度和联想小天软件的加入一样 都是对于时代进一步 市场需求迭代更新的响应 ThinkPad这棵老树也算是长出了新雅 我们也希望联想能够再接再厉 做新品的同时也别忘了 给这些老朋友们好好做做升级 两手抓 两手硬 才能走得更远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教练买本性能 帮助电脑小白 支持笔八评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